好 产业消息 看到英特尔近来 动作频频在软液体上都有新的布局 不过台积电倒也没有闲着 决定要加速了主流28奈米制程的扩充脚步 董事会一口气核准了1672.4亿元的资本预算 是时尚的最大手笔 无线充电技术越来越发达 现在你本来只是充手机 而未来在一台笔电 也可以进行无线充电 拿出电路板来侦测 发出红光的区域 就是无线充电的范围 无线充电技术 现在输出功率放到到50瓦以上 就连笔电也能充 英特尔大喊 明年之后3C产品 充电不再需要电线 英特尔看好无线充电 可以提振PC市场需求 巩固老本行 不过英特尔在行动通讯市场 侵略性也更强 如果中国IC设计大厂展讯的效应 已经浮现 未来将和展讯共同开发晶片 瞄准低价手机和平板电脑 执行长柯在其认为 未来两三年内 IC厂商将逐渐放弃对手ARM的架构 改用英特尔 扩大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 而至于台积电也不缩手正面迎击 台积电今年受惠iPhoneX热销 正积极冲刺先进制成 11号董事会一口气核准了 高达台币1672.4亿元的资本预算案 资本支出是在核准的预算之内 做的执行 我们每一年都如此 每一年都是以advanced technology为主 外界预估台积电明年资本支出 将微幅超过100亿美元 大约3077亿元台币 分析师看好 包括承接无城市厂房的汉堂 樊轩 电子树检测设备厂汉维科 晶圆传载及设备厂加灯 红素 明年的营运成长动能十足 看来先进制成大战 也让周边厂商全都蓄势待发 记者杨志热董力豪台北报道 但是讲到手机最最重要的功能 恐怕是这个相机的画素了 走精品路线的大陆厂商 OPPO是在推自拍机 这一回更多了电动翻转的功能 而相机的规格也是提升到了 1600万画素 在感光元件 号称和数位相机同等级 是可以拍出高达 6400万画素的照片 不过3D达人是认为 售价2万块钱还是偏高 因为和同等级的HTC Design Eye 比起来在画素的部分 Design Eye是1300万画素 不过价格倒是少了不少 这个i的售价只有13900块钱 因此3C达人认为 这恐怕只能够吸引到 特定的小众族群 主打自拍功能的手机 它的镜头是这样子 你可以旋转的让你前后都用高画素 而且更酷的地方呢 是我这样子朝着荧幕上轻轻的一画 它的镜头马上转过来 前后不花一秒钟 往前转往后转 旋转镜头动作超灵敏 要放慢下来也可以 在荧幕表面上下滑动 就能够操控各种拍摄角度 OPPO M3比上一代多了 自动翻转功能 相机画素达到1600万画素 加入双色LED补光灯 内建的Ultra HD模式 号称可以拍成高达6400万画素的照片 萤幕尺寸5.5寸 高通四核心处理器 2GB的RAM 旗舰规格 而价格大约也在2万块台币 按一下 它会自动跑全景照片出来 你的人就站在定点 动都不用动 有着皮纹装饰的旋转镜头帮你转 比自己手动更容易抓水平 和iPhone 6 Plus放在一起 大小看起来很相近 而且同样搭载了指纹辨识功能 感应的位置在手机背面 判读速度相当灵敏 像这样一个消费族群来讲的话 其实像这样的价格 其实算还是有点高 那它针对一个族群还是像市场上面来讲 还是相对比较小众的 其实主打自拍的手机很多 像宏达店最新推出的Desire Eye 万元出头的价格主打中阶市场 实际比一比OPPO M3的荧幕5.5寸最大 画素也以1600万画素 超越Desire Eye和美图手机2 处理器则是美图手机的8核心最高 自拍实不实用 见仁见智 不过三星达然认为 以各家大厂纷纷投入的情况来看 这股自拍热还会持续好一阵子 记者杨志武 月龙 台北报导 期待